Hello大家好,我是鹦鹉妈妈Susan 今天我们将探讨黄油与椰子油哪一个更健康 黄油和椰子油都是健康饱和脂肪的丰富来源 它们比不饱和脂肪更热稳定 这意味着它们可以比其他油 比如亚麻籽油、核桃油或橄榄油加热到更高的温度 黄油和椰子油都具有高烟点 所以它们可以成为烹饪和烘焙的绝佳选择 但是黄油和椰子油具有不同的风味 脂肪酸组成和营养价值 以下是黄油和椰子油之间的一些主要区别 黄油由牛奶脂肪制成 含有饱和脂肪、单不饱和脂肪和少量多不饱和脂肪 黄油还含有水、乳固体和400种不同的脂肪酸 其中包括丁酸 这是一种有效的抗炎脂肪酸 具有多种健康益处 草色黄油是脂肪性维生素的极好来源 包括维生素A、维生素D、维生素E和KL 草色黄油是牛以牧场天然的草作为食物 从而可以产生出比传统穀物饲养的黄油 更营养丰富的黄油 椰子油是从新鲜椰子肉中提取的 它主要由饱和脂肪酸和心酸、月桂酸等 松炼脂肪酸的特殊来源组成 虽然椰子油不含大量的维生素 但其一半以上的脂肪含有油中链肝油三脂 也就是MCT组成 这是一组独特的脂肪酸 对代谢和消化健康有深远的好处 椰子油独特的椰子风味和高烟点 使椰子油成为煎炸、炒和烘焙的理想选择 为精炼的椰子油通常标记为特级出炸椰子油 通常被认为是比精炼椰子油更好的选择 精炼椰子油通常经过大量加工、漂白和化学处理 感谢观看